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非常好 它贴了它没味儿 然后呢 它也会缓解疼痛 这个药是比较好的 所谓的药膏呢 它的功效无非是消炎止疼活血化鱼 中药呢 活血化鱼的功能比较多一些 但是有的能过敏 西药的膏药呢 往往是消炎止疼 这个非常重要 人体会自身修复自己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去止疼消炎 所以呢 每天晚上可以热敷一下肩膀 然后红花油抹一抹呀 最后把膏药贴上 这时候呢 晚上睡觉 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当然你可以穿个内衣 这儿缓块棉花 让它不要受凉 等会儿 这儿呢 别人可以 Admira我们不容忍 好 不容忍 这儿呢 等会儿 这儿呢 这是我摄像 试 militar 有话零化不容忍 这儿呢 这是我摄像 好 就是我摄像中药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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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好 这儿呢 这儿呢 这个是要 aunque我摄像 这儿呢 我就不止了